好 OK 再這樣 首先有手邊 湖面山 出現了一艘小船 這艘小船 它前面應該掛著一個 大大的網子才對的 但是前幾天 風開大把他給垂斷掉了 它叫做四手雕王 是我們少主朋友 早期用來捕魚的工具 他們每當晚上的時候 就把網子放到水裡面去 在網子的正下方 點在小小的眉痕 讓燈光照射湖面 好 那我們去團 很多魚都是香光系 曲光系的 他們沒到早上 凌晨五點鐘的時候 趕快來收網子 趁太陽還沒有出來 趕快來收 就可以收到滿滿的漁波了 但是近年來呢 它有個好心人士 還有宗教團體 他們很喜歡做一個動作 做一個放生 結果放了太多的外來種 在我們自由潭裡面了 所以我們少主的朋友 他們就不再捕魚了 有哪些外來種呢 就像玻璃魚啊 還有紅魔鬼 這兩種魚呢 是破壞我們這台 破壞的最嚴重的 你們下船之後呢 在福塔旁邊稍微看一下 就可以看得到紅魔鬼了 紅色一台遊覽遊具的那個就是了 它是最常見的啦 好 可以在樣船直右手邊 打點中方向 出現了一隻有燈塔 全塔灣最高的燈塔 就在我們自由潭喔 有手機有相機的 趕快拿出來 來 如果這次沒有看到 讓你們知道還要等多久嗎 還要再等40分鐘喔 不是40年 然後我們搭船滑滑一圈 只要40分鐘 而且只有搭船才看得到喔 還在找嗎 就是這一座 不要懷疑 上面呢 山崭水一燈 它叫做土亭載的塔 在世界海外圖裡面 是找得到它的 那你們覺得它高不高 高不高 有人搖頭說不高 有人點頭說高 說高的都跟胖胖一樣 睜眼說瞎話 明明不要講外面的路對海要來 我為什麼要說它高 我說的不是它身高的高度 是它的海拔高 因為我們一般的燈塔呢 都是建造於海平民鄉的 那我們最常是一個高山的內陸湖國 海拔748.8公尺 所以我說的是它的海拔高 OK 這樣城市也有手邊 跳過去 我們面上居住了兩艘小船 像我們的四手雕王 這個叫做水上床屋 開解秀吉宮也有朋友們 可以上去居住 開潛的好兩層樓三層樓 裡面卡拉OK 圍圍設備 一直到我們住的小套房 有水 有電 那秀吉宮政府的說這個 會污染到我們的水池園 還有安全上的考量 它必須要取締 有太多人了 上去上面辦一些活動 烤肉 氣增之類的 有樂是樂就往盤裡面丟 那辦這些活動就要開心嘛 小喝一下 多多想出來看個星星或月亮的時候 不小心就踩空掉下去游泳了 太多的原因了 所以大部分都在十年前已經取締了 可是現在兩個在這邊提供的 也都可不做 參觀 在大船之左手邊 十點東方向看過去 出現了一個蒙古堡式的建築物 這個建築物叫做日月潭纜車 好 那等一下有沒有去搭纜車的 有去搭纜車的嗎 有啦 有時候你們下船之後 往左手邊走 走一條步道這個清水步道 走約15分鐘就會抵達了 用纜車站前面沒有碼頭水 船是沒辦法停到 好 就麻煩就離開守門路了 好的 那個船隻就即將抵達一大艘 如果你看其實 這樣我們的時間很重要喔 這船是每二十分鐘有一班船 每個小時就上班 二時四十整點就不一定會上船 來接坐一班 好 那我們一大小碼頭的過關船呢 是5點30分 5點半 你會哪邊上船就哪邊上船 一大小碼頭找回一號碼頭的最後一個位置 一號碼頭最後一個位置 好 那個下船時呢 水塵物品要檢查一下 好 就要遺留在船上了 那胖胖呢 在這邊就足夠旅客 在一大小碼頭 旅途愉快 謝謝 謝謝